由光榮特庫模和 EA ORIGINS 聯手打造的多人獸利遊戲 《狂野之星 Wild Hearts》發表了新的解說影片 這次要來介紹遊戲核心的落藻系統 在本次的影片中 官方示範了要如何利用各種性質的落藻 來狩獵巨大的化獸 我們可以利用基本落藻、雞匣、火炬以及炫羽 來進行跳躍和飛行等動作 還可以融合多個落藻 將它們組合成巨槌、星雷等不同的大型陷阱 甚至還有像是能量炮的天智炮能直接把化獸擊倒 跟能把獵人們高高吹起的旋風台等超旋炮的機關 真不知道實際上要消耗多少落藻資源 會不會大家都指駕這個輪流處形啊 落藻也不是只能用在戰鬥上的喔 先前就公開過訓練用落藻 這次展示了超酷炫的載具型落藻旋 以及可以幫你收集魚類資源的太魚龍等生產型的落藻 據說這個旋輪還可以直接來個危險駕駛丟到化獸身上 聽起來真的超強的 《荒野之星 Wild Heart》預計在2023年2月17日於各平台推出 喜歡陷阱戰的獵人們準備好一起踏上東芝國土狩獵 現在還有點時間 趕快去巴哈雙城預購起來吧 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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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